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22號星期四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隨著中共在臺灣的威脅與日俱增 因此美國對臺灣的軍售也備受關注 近日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 亞太小組首席議員夏波 以及資深議員薛曼 提出了一部新的涉台法案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加速對臺軍售 同時要求把臺灣變成美軍儲存軍備的基地 這一消息引發了外界熱議 綜合媒體報導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 亞太小組首席議員夏波 以及資深議員薛曼 9月15日 在眾議院提出了加速對臺軍備轉移法案 希望以此能夠解決美國對臺軍售速度放緩的問題 法案將要求行政部門優先把美國超額防衛物資提供給臺灣 法案也要求行政部門運用特別防衛採購資金 協助提前採購美方認為臺灣可能需要的軍備 另外 法案還將修改1961年的《美國原外法》 把臺灣加入美國軍備儲存基地內的名單中 確保在臺灣發生戰爭前就先在臺灣儲存美軍的彈藥以及軍備 排除戰爭爆發之後再運送武器的急迫 目前 法案已經送交眾議院外委會以及軍委會審理 對此 夏波今天透過新聞稿表示 臺灣面臨著來自中共的生存威脅 這項威脅將對美國在印太區域利益產生深遠影響 但當前臺美都沒有以足夠的急迫性來處理這個問題 夏波還以俄乌戰爭為例指出 如果在中共侵犯臺灣發生之後才遞交武器 這種烏克蘭模式對於臺灣來說不可行 如果通過加速對臺軍備轉移法案 就能協助加速軍備的轉移以及遞交 讓臺灣能夠避免在為時已晚之前就做好準備 此外 資深議員薛曼也表示 美國在維繫臺灣以及世界各地民主的決心 仍如鋼鐵般堅定 在臺灣面臨中共威脅日增之際 法案將重申美國的這份決心 與此同時 臺灣政府對此也做出了及時的回應 臺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今天在上午表示 對於兩位議員共同提出的有臺法案 展現出對臺灣安全的關心以及堅定的支持 外交部表示由衷感謝 歐江安指出 強化臺灣自我防衛能力 一項是政府當前的優先工作項目之一 未來政府將持續與美國國會友人 以及行政部門保持密切合作與聯繫 以確保臺灣在國防實力與武器裝備方面 有能力面對各項挑戰 近日 美國媒體披露了一份情報資訊報告 內容指出 中共政府在過去的20年間 已經暗地裡將至少154名曾在美國最重要的 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研究的中國科學家 招募回中國 為中共政府工作 其中一些人更協助推進了威脅美國國安的軍事技術 這引發外界關注 根據美國媒體NBC新聞的報導 這份報告出自於Strader Technologies情報資訊公司 指出中共政府做出系統性的努力 將中共政府的科學家安置在設計核武器開發的 洛薩拉摩斯國家實驗室 但是這些中國科學家後來大多被召回了中國 並協助中共政府在諸如深地穿透彈頭 極音速飛彈 靜音前艦 以及無人機等國家安全技術方面取得巨大進展 此外 報告還指出 中共政府還制定了意在招募中國科學家回國的專項計劃 科學家們通過參與其中得到多達100萬美元的報酬 對此Strader Technologies的共同創辦人 報告主要作者雷斯維克表示 中共政府採取的人才轉移手段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 他說 中共正在玩一場我們沒有做好準備的比賽 我們真的需要開始動員了 與此同時 美國的現任與前任情報官員都表示 這份報告顯示出 中共政府如何一直在利用人才招募計劃 來獲取深入瞭解美國的技術的機會 並據此創建對美國國安構成重大威脅的中共軍隊 為此美國需要對未來中美兩國科學交流進行重新評估 伊朗女子埃米尼因為沒有戴好頭巾遭宗教警察逮捕後離世 在伊朗各地引發動盪 目前至少造成17人死亡 人權團體22日宣稱 至少已經有31名平民喪命 22歲的庫德族女子埃米尼9月13日 在德黑蘭因為戴著不合適的頭巾被道德警察逮捕 她於9月16日在醫院去世後 抗議浪潮席捲伊朗全國各地 在6天的抗議活動中 至少有17人死亡 伊朗當局已經封鎖了對社交網站IG和WhatsApp的訪問 活動人士說 埃米尼的頭部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但伊朗官員否認了這一點 並宣布進行調查 她死後伊朗全國爆發了抗議活動 影響到大約15個城市 世界各地的伊朗族裔也聚會支持 法新社報導 根據伊朗國家電視臺的一份新報告 在過去幾天的抗議活動中 有17人死亡 包括示威者和警察 但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 設在奧斯路的反對派非政府組織 伊朗人權組織報告表示 至少有31名平民被安全部隊殺害 伊朗官員否認安全部隊與抗議者的死亡有任何關係 大社國際組織譴責了一場殘酷的鎮壓 該組織報告說 當局非法使用子彈 鋼球 催淚瓦斯 水炮和警棍來驅散示威者 美國週四宣布 對伊朗道德警察和幾名安全官員進行經濟制裁 原因是他們對埃米尼和抗議者實施暴力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些制裁針對的是伊朗的道德警察 和對這種壓迫負有責任的伊朗高級安全官員 並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 對捍衛伊朗和世界各地的人權和婦女權利的明確承諾 據柬埔寨華文媒體《簡中時報》報導 40多名中國人從廣州搭漁船偷渡到柬埔寨 但漁船因為機械故障22日在西港沉沒 目前僅有18人獲救 另有23人落海失蹤 海警抵達時 漁船已經沉入海底 西哈努克市警方表示 當天下午40左右 當地海警獲報前往營救漂泊在海上的18名中國人 搜救仍在持續進行中 獲救的陳姓中國籍男子向警方表示 他們11日搭船從中國廣州出發 17日轉搭有兩名剪輯船員駕駛的 另一艘漁船繼續航行 漁船當天抵達西港海域時發生機械故障 兩名剪輯船員被一艘快艇接走 留下他們在海上漂泊 中央社的消息表示 西港省內有許多科技園區 倭藏從事詐騙、網絡投資的犯罪分子 這些園區背後的老闆以中國人為主 在園區內工作的人員也以中國人最多 部分科技園區還與舌頭勾結 21日晚上中國各地發生了大面積取消航班事件 有網友說自己跑了4座機場 都無法登機返家 根據航班管家平臺的數據 截至21日10點 貴陽龍棟堡機場、拉薩貢嘎機場、 成都天府機場和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 取消航班率為99、98、87、79%、 天津濱海國際機場、成都雙流機場、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哈爾濱太平機場、 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取消航班率分別為 74%、65%、60%、56%和56%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南京路口國際機場、 深圳保安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的 取消航班率為54%、54%、51%和40% 截至9月21日22點35分 全國當日航班取消了9583架次 取消率為59.66% 人們紛紛質疑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颱風 臺灣問題 還是空中管制 隨後 中共官媒闢謠說 取消航班是疫情爆發之後的常態 據航班管家平臺第36、37週的數據 中國民航航班執行飛行率只有31%和35.9% 民航估計2022年上半年完成旅客運輸量近1.2億人次 比2019年下降了63.4% 比2020年下降20% 比2021年下降52% 導致中國民眾出行困難的 還不僅僅是大量航班被取消 各地實行的報備制度 更是讓人員流動極為困難 中國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員對希望之聲表示 如果您的大數據行程碼不帶信號是安全的話 這邊需要您提供健康碼、大數據行程碼 還有48小時之內的核酸陰性報告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接收您的單位或者是親居開具的一個報備證明 如果沒有這個證明的話 咱們這邊也是不可以接待的 香港也未能擺脫大陸城市的命運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沃爾什21號 在多哈舉行的航空會議上表示 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已經是香港失去原有的全球航空枢紐地位 雖然去年全球經歷了中共病毒疫情 但由於股市和房價的逆勢飆升 去年全球富人數量反而快速增長 其中近半數新進的百萬富翁都在美國 美國擁有14萬身價超過5000萬美元的富豪遙遙領先 根據週二瑞士信貸集團發布的202全球財富報告 雖然去年疫情導致宏觀經濟復蘇緩慢 但全球頂級富豪們的財富迅速累積 並且呈現出近乎財富爆炸的現象 報告預計超高淨值人士的人數 也就是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士 預計在未來5年內將達到38萬5000人 2021年美國擁有超過14萬名超高淨值人士 繼續位居世界富豪榜首 遠超過排名第二的中國32,710人 根據瑞信的估計 截至2021年底 全球財富總額達到463.6萬億美元 較上年增長9.8% 全球百萬富翁總數大約為6,250萬 其中有2,450萬名百萬富翁生活在美國 佔全球總數的39% 具體來說 去年全球有520萬人晉升為百萬富翁 而美國就新增250萬人 幾乎佔全球新增總數的一半 並且刷新21世紀以來 單個國家的最大增幅 報告表示 家庭財富增幅大的國家 可能受益於2021年經濟產出的顯著增長 以及各自房地產或股票市場的活躍 CNN分析 報告顯示 在疫情流行期間 全球的貧富現象正在加劇 一些貧困國家的情況更加惡化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2020年 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數量 在20多年來首次上升 該機構估計 由於疫情 俄乌戰爭 和通脹上升的持續影響 今年仍可能有數千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以上就是這期的國際風雲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 明天節目